青春期的躁动 海尔应向海 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那摆穿而不嫌弃细流 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 张瑞敏 海尔是海 1994年 和博全是很偶然地闯进抢夺马家军秘方这场游戏中的 在一次出差途中 他顺手翻到一本通俗杂志八小时以外 上面有一篇文章介绍说 马家军的姑娘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 是因为教练马俊仁手中有一个十分神奇的祖传秘方 能够让人在短时间内提高血色素增强体能 和博全的眼睛为之一亮 32岁的和博全是一个营销奇才 他的广州月百事饮料公司创办于1989年 生产调配型儿童国奶经过几年经营 乐百事已经是当时国内同行的龙头企业 不久前 他去北京大学招聘大学毕业生 这是国内民营企业第一次在名牌高校中举办招聘活动 此刻的他正像猎人一样四处寻找更刺激的商业机会 杂志上的那篇文章顿时令他灵感迸发 他当即决定北上寻找马俊仁 这几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商业谈判 马俊仁在交谈中顺口说出 我的药方 有人说出一千万元我也不一定卖 和博权接口问 那我出一千万元你卖不卖 马俊仁当然卖 这笔钱在当时足够修建一个非常像样的运动场了 而一千万元也相当于乐百事当时一半的年利润 根据报道 这是国内民间最大的一起知识产权交易 消息已经发布当即引起轰动 和博权将药方的交付设计成了一场宏大的 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活动 药方交接和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五星级饭店 中国大酒店举行 马俊仁和他的神秘配方由警车护送呼啸而至 和博权接过用红筹盖着的一纸配方后 当即将之送进中国人民银行的保险库 他随之宣布 由此 配方研制而成的生命核能口服业 将在两个月后正式投放市场 很多年后 和博权说 那也是他第一次看到配方 记得有陆伟 人参 黄旗 阿娇 红枣等 没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满目保健品 尽管如此 在数百家媒体的持续报道下 市场的胃口却已经被这个神秘配方调得很高了 各省经销商纷纷要求代理生命核能 和博权顺势提出省级代理的独家经销权拍卖 第一场在湖南拍出50万元 第二场在西安拍到200万元 第三场在江苏就涨到240万元了 独家经销权一路水涨船高 几个省市拍下来 乐百市收尽1700万元 已经超过了支付给马俊仁的配方费 生命何能一役 让和博权和月百市名声大振 月百市成为国内品牌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之一 此次炒作充分展现出中国市场的非理性疯狂 将遇得广袤消费者层次的参差不齐 以及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推波助澜 使得某些产品可以依靠一个灵感 或一套策划而一夜崛起 和博权 整个春天 人们都沉浸在生命何能所引发的热情之中 如果说野心迸发的地方是一个时代的火山口 那么1994年前后 中国商业的火山口就在保健品和饮料食品领域 全中国最有野心的企业家们都亢奋的拥挤在那里 在过去的四年里 全国保健品生产企业从近百家增至3000余家 增加30多倍 品种多达2.8万种 年销售额高达惊人的300亿元 增长12倍 保健品产业成为全国发展最快 最引人注目的黄金之地 就在上一年 国内最大的保健品公司 广东太阳神的营业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3亿元 利润高达3亿元 太阳神以一种前卫 先锋的姿态远远地跑在所有中国企业的前面 1994年7月 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 太阳神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 播出了一条长达45秒 名为睡尸惊醒的形象广告 黄河千年冰魄 长城万里古名 一头东方雄狮昂然而起 仰天长笑 只要努力 梦想总能成真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们的爱天长地久 宣言体般的广告词和精致壮美的画面 构成了一股汉人心魄的激情冲击力 太阳神第一次把理想主义的光芒 照射到了平庸的商业广告之中 令人回味无穷 如果说 南方的太阳神走的是品牌形象至上的路线 那么 一些来自北方的企业 则实施了狂轰烂炸的广告策略 率先取得成功的是 沈阳飞龙宝剑品公司 这家公司推销的是 据称对男女甚需有治疗效果的 飞龙延伸护宝印 它不像太阳神那样讲究营销技巧和品牌形象 而是以广告轰炸为唯一手段 延伸护宝业的广告不投则已 一投便是整版套红 并且连续数日 同时跟进电视 电台广告 密集度之高前所未有 这种毫无投放技巧和艺术效果可言的广告轰炸 营造出一个让人窒息的炙热氛围 在感性的市场上居然非常奏效 这家企业的当家人将尾不盖厂房 不置资产 连办公大楼也不改建 坚持广告 市场效益的循环营销战略 从1991年起 飞龙投入120万元广告费 实现400万元利润 第二年 投入1000万元广告费 利润飙升到6000万元 到1994年 广告投入过亿元 利润已超过2亿元 俨然成为全国保健品产业的龙头老大 发展速度局全国医药行业之首 江伟 江伟市的成功 在中国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很多在中国市场上拼杀多年的外资品牌和港台营销高手 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出身草莽的民营企业家们却饱受启发 另一对营销天才便是在此刻横空出世的 8月 吴秉鑫和吴思伟父子以30万元 在济南注册成立了三株实业有限公司 他们生产的三株口服业 号称是高科技的生物质剂 主要成分为双齐杆菌 长期服用对肠胃有保健作用 在此前的几年 上海有一家叫昂利的保健品公司 已经推出了类似的昂利一号 吴氏父子曾经是昂利的地区代理商 三株口服业与昂利一号 在配方和功能上基本无异 然而自立门户的三株却展现出特别强大的营销攻势 三株学飞龙 一方面以地毯式的广告轰炸为打开市场的主要手段 当时电视广告还不是非常发达 每天早间以及晚间十点之后的广告 价格非常便宜 而且很少有商家愿意投放 三株却在各地电视台大量收购这些非黄金时间 用以播出长达十分钟 拍得并不精美却充满了语言诱惑的三株系列形象片 其中最突出的主题是 三株正当中国第一纳税人和振兴民族工业 尤其是前面那个口号很是响亮而吸引人 看到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家多么庞大的公司 其实它只有三十万元的注册资本 另一方面 无视父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为战略依据 向农村市场强力渗透 中国市场地缘广阔 东西纵横上万里 南北温差50摄氏度 各地习俗和消费特性都非常不同 特别是在农村市场 由于销售渠道不完善 商业信用度低下 所以在此之前 几乎所有在中国销售商品的企业 都将中心城市视为销售的重点 对于农村市场则束手无策 只能潜尝辙止 而吴炳新则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他精心设计了农村市场的四级营销体系 及地级子公司 县级办事处 乡镇级宣传站 村级宣传员 采用层层渗透的方式 保证三株口服业得以广泛扑货 同时 他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 开展人海战略 聘用了数十万的大学生充实到县级 乡镇级的办事处和宣传站 尤其让人吃惊的是 他还发明了无广告成本的刷墙包住战略 发给每个宣传站和村级宣传员 一桶颜料和数张三株口服业的广告模板 要求他们把三株口服业刷在乡村 每一个可以刷字的土墙 电线杆道路护栏 牲口栏圈和茅侧上 已置在后来的很多年里 所有来到中国乡村的人都会十分吃惊地发现 在每一个有人烟的角落 几乎都可以看到三株的强体广告 在广告传达上 三株极为大胆和富有创造性地走出一条 让专家说话 请患者见证的道路 首创了专家议诊的营销模式 在中心城市每到周末 三株就会聘请一些医院的医生 走上街头开展议诊活动 其主旨则是推销三株口服业 到后期 他更把这股议诊封刮到乡镇 农村 有些地方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赤脚医生后 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医疗机构下乡了 三株的白大褂们热情洋溢地赶到那里 老少相亲自然排着队来看医生 而就诊后的结果往往是 全村老少都有肠胃疾病 而治疗的唯一方法就是掏钱买三株口服业喝 据不完全统计 三株每年在各地起码要举办上万场类似的一诊 咨询活动 这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营销活动 在当年的中国市场上屡是不爽 到年底三株的销售额就超过了一亿元 第二年竟冲到了二十亿元 赶上了当时国内如日中天的第一饮料品牌 建立宝的销量 飞龙三株的迅速崛起 彻底激活了中国的快速消费品市场 他们所秉持的轰炸式广告营销理念 以及对产品功能的任意扩大 也长远而具有腐蚀性的影响了中国商业界 也就是从此之后 肆无忌惮 极端蔑视消费者智商的广告理念大行其道 对于很多商人来说 只要是能够带动销售的做法都是可以尝试的 最基本的诚信底线被轻易的抛弃 以下这些广告和营销创意 在当年都曾风靡一时 讲牌法 一开始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披上了省优 不优 国优的光环 后来最时髦的是国际金奖货最畅销产品 1993年年底 浙江省啤酒业有八家企业宣称 自己获得了各种国际性博览会的金奖 一开始 媒体热情报道 视之为无上的荣光 后来荣誉泛滥 竟变成了一则笑谈 黑龙江那河县啤酒厂 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小工厂 厂长接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喜报 被告知获得了国际饮料博览会金奖 其条件是 领奖人境外费用两万元 获奖费用一万元 终身大奖两万元 代理费八千元 明码标价的品牌评选成为公开的秘密 明星法 花几万或几十万元请歌星 影星体育明星操一口带岗位的国语信誓淡淡的说 我只用 我只喝 我只穿 如果出不起那笔明星出厂费 就想出更绝妙的办法 广东一家运动鞋制造商推出一则广告 一个瘦猴青年穿紧身太空衫 走太空步 在大雾中呼啸 远远看去仿佛迈克尔杰克逊在代言广告 非广告法 在当时的广告界有一个秘诀 把广告拍得越不像广告 效果越好 让普通的消费者来教育消费者 成了一种非常流行而有效的实证广告 比如在北京找一个王大力 在上海找一个张美丽 在广州找一个马晓晓 然后用不同的方言一起替你的产品叫好 一家奶粉企业还曾播出一则广告 一位大牌主持人坐在演播台前一本正经的宣读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报道 某某婴儿奶粉 实下正成为风靡全国的新生代产品 十亿人中 有八亿人把这则广告当成了新闻联播 借排阳明法 马俊仁的马家军很火爆的时候 杭州一家保健品公司 当即将马家军的商标给注册了 然后大打起广告 后来 马俊仁向法院起诉 企业总经理的理由是 我们公司的几位领导不是姓马就是鼠马 要么长得像皮马 为什么不能叫马家军 假洋鬼子法 1994年 北京一家调查公司发现 给产品起一个洋品名 将使广告有效率提高四倍 因此他提议 如果是乡镇企业 就更要把厂名改成中外合资什么的 这种方法在服装业十分流行 文州 近江等地的很多企业 都把自己的品牌改成澳口的欧美名字 更有聪明的人去欧洲 找到一些濒临破产的家族小企业 以低廉的价格购买 其品牌 然后回国内大力炫耀其百年传承 正宗血统 天方夜谈法 对产品功能的任意夸大 成为所有广告的灵感所在 喝了某种国奶 考试就得一百分 送出某种品牌的礼盒 就得到了一个大项目 系上某品牌的领带 变了新的女友 立马回心转意 反正广告本来就是说不说有我 信不信有你 快速示范法 要在三十秒的电视时间里打动消费者 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做示范 比如腹泻者在厕所与卧室之间来回跑 以吃某药片立即见效 室内蟑螂成灾 以喷某杀虫剂当即害虫死光光 至于要笑是否真的如此神速 那就另当别论了 夸张法 把手表从飞机上扔下来 用压路机去压习梦斯 穿着皮鞋跑马拉松 给木乃一吃就心丸 拿剃须刀去刮大猩猩的脸 稀有原料法 市场上充斥着千奇百怪的商品 比如千年老龟做成的胶囊 天山雪莲制成的冲剂 海底神草酿成的美酒 反正听说过没见过的稀罕物 这回全让大家尝到了 再不济 还可以到化学元素周期表中 找一两种偏门的元素 说不定真的出奇至盛了 当这些广告以铺天盖地之事 被投放到市场上的时候 对商业促销还缺乏免疫力和判断力的人们 一次次地被他们诱惑 市场以一种超出预期的热情 投入到这些天才企业家们导演的 一出出营销大戏中 不过人们没有料想的是 在后来的若干年里 他也将以几乎同等能量的冷酷 对所有的泡沫和不诚实进行报复 然而在当时 这些企业所取得的市场业绩 实在太炫目了 以致让前些年获得成功的企业家们 又掩热又不安 广东三水的中国饮料大王李经纬 就是被搅得最心烦意乱的一位 此刻的李经纬把建立宝带入了第十个年头 发展一直非常稳健 无风无浪 早在1991年 李经纬意想天开地策划出一个拉环有奖的促销创意 凡是购买建立宝的消费者 只要拉到印有特别图案的拉环 就可以得到5万元的奖金 李经纬宣称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的奖金 从一开始的200万元递增到后来的800万元 这个活动在中国城乡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尤其让人惊奇的是 建立宝拉环境成为很多乡村骗子的道具 他们坐在长途汽车上 惊呼自己拉到了一贯有5万元巨奖的建立宝 然后将之转卖给那些贪小便宜的无辜乘客 这个诈骗游戏一直到2000年前后 还在各地的城乡里无比愚蠢却又惊险地上演着 就靠着拉环有奖的促销刺激 以及品牌的持续影响力 建立宝的销量水涨船高 愁愁满之的李经纬去纽约开设了自己的办事处 他花500万美元在纽约的帝国大厦买下一层办公楼 他对美国记者宣称 建立宝在中国的销量是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总和 现在他要用这罐东方抹水来征服美国的消费者 而事实上在国内市场建立宝正四面受敌 在主要城市 跨国公司和品牌形象甚好的月百事略取大快市场 在城镇市场 由儿童营养业转入饮料业的杭州娃哈哈公司 凭借强大的渠道能力让他在竞争中颇感吃力 就连建立宝一向自视的保健概念 也被更为大胆的飞龙和三猪抢去风投 在三猪和飞龙咄咄逼人的广告公事下 一向十分自信的建立宝也有点乱了方寸 他的市场人员开始杜撰三猪式的广告文案 他宣称收到了消费者的感谢信 一些常年卧床不起的老人在喝了建立宝后 居然神奇的痊愈了 他还将饮料送到广东省人民医院进行临床观察 得出的结论是 服用建立宝之后可改善体内环境 恢复精神 消除疲劳 改善胃口 促进体内电解质平衡 对增强精力 体力 消化力 公缩力有明显的好处 就这样 以体育营销而取胜的东方抹水 变成了一罐包治百病的江湖药水 幸好李经纬及时发现了这类广告的危险性 尽管他的下属们抱怨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干 就没有经销商愿意卖建立宝 但他还是终止了这类危险的广告行为 也正是这个清醒的坚持 让建立宝在三年后 保健品市场信用崩溃的时候 得以幸免于难 在当时的市场上 像李经纬这样敢于坚持的企业家 实属凤毛麟角 很显然 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广告轰炸下 市场正在变得浑浊起来 保健品市场的尘土飞扬 让李经纬感到有点手足无措 却让行业之外的史玉柱非常激动 他的人生在此前如一条顺畅欢快的河流 现在却突然撞上了一道莫测的悬崖 巨人时期的史玉柱 在过去的两年里 史玉柱一直是媒体和政府的宠儿 在一家媒体对北京 上海等十大城市的万名青年的问卷调查中 当被问及你最崇拜的青年人物时 第一名是微软的比尔盖茨第二名便是史玉柱 他研制出的巨人M6403汉卡 在市场上卖得十分火爆 1993年的销量比1992年增长了300% 给巨人公司带来3000万元的利润回报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 随着西方16国集团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解散 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计算机的禁令失效 康白 惠普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等国际著名电脑公司大举入境 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一时风声鹤唳 刚刚起步的电脑行业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 在强敌环似的情形下 史玉柱看到了危机的出现 在一次会议上 他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总体目标 跳出电脑产业 走多元化的扩张之路 以发展寻求解决矛盾的出路 很多年后 人们将史玉柱的这个决策 视为巨人崩塌的根源 而商业历史实在很难以常规的逻辑来进行复盘重演 以巨人集团当时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 能否在惨烈的电脑价格战中立足 仍是一个未知数 史玉柱敢于抛弃已有的产业成就 实施产业战略转移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断力 这是一个看上去文弱寡言 而内心却仿佛堆着一座枯柴山的男人 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他的冲天激情 在他看来 迅猛成长中的国内市场 有太多比电脑业更有商业价值的暴力行业在诱惑着他 首先 他已经在房地产上尝到了甜头 自两年前提出要建全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之后 珠海市政府对此非常支持 大厦征用的地价从每平方米1600元 降到了350元 几乎成了一个象征价格 史玉柱的智囊们还想出了一个看上去比贷款更好的融资办法 去香港卖楼花 此时的巨人集团是国内最知名的高科技企业 并计划于1995年上市 公司还向民众提供了一份零风险 高回报的无风险保证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供本金保险及100%的回报保险 珠海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进行常年法律见证 就是顶着这样的满头光环 巨人大厦的楼花在香港卖得十分火 每平方米居然被炒卖到了一万多港币 史玉柱因此一下子圈进了1.2亿元 在他看来 这钱来的实在比卖汉卡要省力和快捷的多 也是在这时 史玉柱描上了无比火爆的保健品市场 这位天生对商业机遇有超人敏感度的年轻企业家 无疑秀出了其中浓烈的暴力气息 这是一块正在膨胀的蛋糕 而在他看来 目前正驰骋其中的都是一群草莽汉子 其竞争强度要比跨国公司林立的电脑行业低很多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史玉柱在夏天做出重大决策 将巨人集团的二次创业目标 锁定在保健品和药品产业 宣布将斥资五亿元 在一年内推出上百个新产品 史玉柱走上了一条多线开战 巨荣巨损的大冒进之路 他亲自挂帅 成立三大战役总指挥部 他想通过三次重大的产品推广活动 确立巨人集团在保健品业的霸主地位 下设华东 华中 华南 华北 东北 西南 西北和海外八大方面军 其中三十多家独立分公司改为军 是 各级总经理都改为方面军司令员或军长师长 在一则煽情的动员令中 他写道 三大战役将投入数亿元 直接和间接参加的人数有几十万人 战役将采取集团军作战方式 战役的直接目的要达到每月利润 以亿元为单位 组建一万人的营销队伍 长远的目标则是用战役锤炼出一支干部队伍 使年轻人在两三个月内成长为军长 师长 能领导几万人打仗 读到这样的动员令 谁都闻得出其中的狂热和火药味 这是一场让人热血沸腾的商业运动 他由一位32岁的青年人点燃 这场空前的漫天大火 要么铸就不朽 要么玉石俱焚 1994年的中国商业界 到处弥漫着三株飞龙式的疯狂和史玉柱式的激情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 民众的消费能力日渐提高 几乎所有的消费行业都呈现出兴旺蓬勃的景象 企业的高速成长使得企业家们信心爆棚 展现在他们眼前的 是一个正在迅速膨胀和无限延伸的大市场 扩张在扩张的冲动 催生出企业史上的第一次多元化浪潮 7月1日 酝酿已久的公司法正式颁布 中国的企业终于步入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 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 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 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厂长 经理们按照公司法来管理企业和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 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40% 与此相对照的是民营企业的膨胀发展 经济日报称 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板块 当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5% 全国社会总产值的38% 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 国家税收的四分之一外贸出口交货值的一半均来自乡镇企业 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 已经由草创期迈入了成长的青春期 尤其是那批在1984年创办的公司 已经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第10个年份 青春期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企业像一个躁动不安的年轻人 对世界充满了憧憬 对自己能力的认知 则交织着莫名的自卑与自信 他每天渴望再生 决策与形势则缺乏连续性 青春期内的企业家意识到 自己必须向职业化转型 在此之前 他们往往是那些天生感冒风险 同时又注重实际结果的人 富有创造力而无所顾忌 而此时他们面临改变 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 制度和管理成为新的瓶颈 在这方面 海尔的张瑞敏是最突出的一位 这位好学而勤于思考的企业家 对松下性支柱的管理哲学痴迷不已 他深谙制造业的利润秘诀 我们必须从过去的 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致取胜 在管理上下功夫 是海尔获得成功的出路 他在一篇管理随笔中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一直致力于海尔生产的规范化 他从日本松下和丰田公司 引进了很多管理模式 在1994年 他首次提出了日清日高 这个新奇的管理名词 日清只完成当日目标 但日清之后还有更高的目标 这就是日高 他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 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 海尔的研究者们称之为OEC管理法 Over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 以为全方位的对每天 每人每时进行清理控制 在人才管理上 张瑞敏提出人人是人才 赛马不相马 正是在这种不懈的努力下 海尔成为当时国内管理水平最高的制造工厂之一 2月为了纪念创业十周年 张瑞敏在激情中写了一篇题为 《海尔是海的散文》 他后来广为流传 并被鸣客于时 海尔迎向海 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那摆穿而不嫌弃细流 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 正如此才有滚滚长江 浊浊黄河 涓涓细流 不惜百折千回 争先恐后 投奔而来 会成避波浩渺 万事不竭 无与伦比的壮观 一旦汇入海的大家庭中 每一份子便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不分彼此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随着海的号令 执着而又坚定不移地冲向同一个目标 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因此才有了大海摧枯拉朽的神奇 而大海最被人类称到的是 年复一年默默地坐着无尽的奉献 袒露无私的胸怀 正因其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不求所取 其自身也得到了永恒的存在 这种存在又为海中的一切 提供了生生不息 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海尔应向海 因为海尔确立了海一样宏伟的目标 就应敞开海一样的胸怀 不仅要广览五湖四海有用之才 而且应具备海那样的自尽能力 使这种氛围里的每一个人的素质 都得到提高和升华 海尔人都应是能者 而不应游荣者 雍者 因为海尔的发展 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来支撑和保证 要把所有的海尔人凝聚在一起 才能迸发出海一样的力量 这就要靠一种精神 一种我们一贯倡导的敬业报国 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同心干 不论你我 比贡献 不为文凭 把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能 都在我们手中变为现实和可能 那么海尔巨浪就能冲过一切障碍 滚滚向前 我们还应向大海 为社会 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只要我们对社会和人类的爱 真诚到永远 社会也会承认我们到永远 海尔将像海一样得到永恒的存在 而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 都将在为企业创一流效益 为社会做卓越贡献的同时 得到丰厚的回报 海尔人将和整个社会融为一个整体 海尔是海 这是中国企业家 第一次 用清晰而富有战略气质的语言 勾勒出了企业的管理哲学 公司使命与精神 他提出的敬业报国 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成为诸多中国公司供持的理念 也是透过这些文字 人们看到 一代具有自主意识和强大生命力的 企业家群体 已然崛起 他们跟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厂长 有很大的区别 更独立 更自信 更有国际化的眼光 他们还将经受时间的魔力 在无数的挫折中走向成熟 跟青岛的张瑞敏一样 深圳万科的王石 也正处在创业十周年的激情中 1993年夏天 他专程去参观了海尔冰箱厂 其装配线的井然次序 质量控制体系的严谨及花园化 厂区的整洁环境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喜欢海阔天空的聊天的人 而张瑞敏留给他的交谈时间只有30分钟 前20分钟基本上都在寒暄客套中过去了 后10分钟才开始进入两人都感兴趣的企业话题 结果意犹未尽 半小时到了 王石正在兴头上 张瑞敏却打住了 真对不起 时间到了 我们以后再谈吧 当王石走出大门 一辆轿车开到他跟前 时间一秒不差 王石突然觉得 一旦进入海尔 就成了海尔装配线上的一个零件 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海尔绝对会不得了 彼时 万科的公司规模一点也不比海尔小 在多元化的道路上 王石比怀汉心 还要先行了几年 搞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商设 使他的公司理想 用他的话说 那时特区内的公司 有95%都是多元化经营的 在1993年前后 万科旗下有55家附属公司和联营公司 遍布全国12个城市 万科被批准在香港 发行逼谷 当时大陆概念在香港炙手可热 估计可得4.5亿元港币 王石愁愁满志 在筹划会上 香港渣打银行 一位年轻的基金经理 瞪着很大的眼睛问王石 王总 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 王石后来说 是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他 他回家拿出计算器 好好算了一下账 把万科从1984年到1994年的贸易赢亏相加 结果得出的数字居然是负数 他旗下的很多产业看上去都前景美好 而实际上却成长乏力 他也根本没有将之整合壮大的能力 如果说那位年轻基金经理 让王石开始思考多元化与专业化的问题 那么 另一个人则用更极端的方式来教训他了 1994年3月30日上午10点30分 深圳最大的证券公司 军安证券的总经理张国庆来到王石的办公室 他只坐了5分钟就离开了 王石被告知 军安已经联络了万科的部分股东 准备对万科的经营战略投不信任票 并建议改组董事会 新闻发布会将在两个半小时后召开 两年前才创办的军安 是一家深不可测的证券公司 拥有强大的背景资源 1993年 他承销万科B股 成本在每股12元 结果推销不利 股票上市价每股只有9元 他手中压了1000万股 按王石的揣测 张国庆此次袭击万科 就是为了炒作改组新闻 拉抬股价 然后乘机出货减亏 而张国庆用来攻击万科的题材 就是万科的多元化模式 在已经拟好的告万科全体股东书中 军安指责万科的产业结构 分散了公司的资源和管理层的经营重点 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竞争 作为万科逼谷的承销商 张国庆对万科的经营动态 以及王石的多元化反思 其实早有耳闻 他的出手可谓击中要害 这是中国企业史上 股东与董事会的第一次直接对抗 因此他被称为军万事件 被逼到了墙角的王石 自然不肯束手就勤 他当即想尽一切办法 先是稳住一部分参与倡议的股东 然后向深交所提出紧急恳请 以防止人为操纵股价移动为理由 要求停牌万科 在之后的几天内 张国庆与王石各显其能 隔空交战 媒体一时沸腾 股票却硬是被停牌了整整四天 王石还查出 军安高层在暗中建老鼠舱 总计购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 想通过炒作套利 这一发现让军安发难的正当性 受到了质疑 最终 证监会站到了王石一边 试图靠袭击战牟利的张国庆 见大事已去 只好向证监会的南下代表承诺 既然你们发话了 就是一盘臭狗屎让我吃 我也把它咽下去 万科再次逃过一大劫 此事让王石刻骨铭心 终生难忘 他借用美国一本财经书的书名 将资本活动家称为门口的野蛮人 但在客观上 这也最终迫使他下决心走专业化的道路 以后几年 他先后卖掉了饮料公司 扬升器厂和供电服务公司 而将全部心思放在房地产上 他提出了两个后来成就万科事业的战略准则 一是两个70%原则 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 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 这使得万科的主业特征十分清晰 二是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 在中国市场 房地产业从一开始就是暴利行业 几年前 万科只要一拿到土地批文 就有超过100%的利润 当时的房产界更有低于40%利润不做的行规 王石的这个原则让万科规避了高风险 加强了公司适应经济周期的能力 培育了公司的竞争力 王石后来的生意搭档 企业家宁高宁评论说 在成长的道路上 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 可是他是幸运的 幸存者的幸运在于 他们在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醒悟了 在广东顺德的荣桂镇 潘宁正雄心万丈的四处攻城掠地 珠江冰箱厂当时是中国规模最大 设备最先进 品牌力最为强大的冰箱企业 这时的潘宁已经年纪60岁 按惯例到了退休的年纪 不过没有人敢公开的提这个敏感问题 除了年龄的敏感外 一个更关键的话题是 企业的产权归属到底 有没有清晰化的可能 珠江冰箱厂尽管由潘宁创办 但在产权上属于镇政府 不过客观地说 企业的壮大 与地方政府的竭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经济日报记者朱建中在采访顺德时 举过一个例子 有一年 潘宁要扩建厂区 但是荣桂镇上已无地可征 镇领导摊开地图 仔细盘算 最后决定炸掉镇内的一座小山 将之宜为平地 让潘宁建车间 朱建中对此感慨不已 称 若其他地方政府都这样替企业着想 哪有经济发展不起来的道理 他因此用了可怕的顺德人为报道的标题 由于地方政府的开明与清理支持 当时的顺德的确非常可怕 全国家电产量的三分之一在广东 而顺德就占了半壁江山 它是全国最大的冰箱 空调 热水器和消毒网柜的生产基地 还是全球最大的电风扇 微波炉和电饭包的制造中心 容生美的 万加勒和格兰市并称中国家电四朵金花 在这一年评选的全国十大乡镇企业中 顺德竟赫然占据五席 地方政府的权力支持 成就了顺德企业群 而政府也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 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强势的角色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 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不少企业家 在创业时都具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潘宁是顺德荣贵镇公交办副主任 创办了全球最大微波鲁企业格兰市的梁庆德 在创业前是顺德贵州镇的公交办副主任 越百市的何博泉 创业前是中山小缆镇的团委书记 在后来的十几年里 广东企业的产权改革颇多周折与风波 与此大有干系 潘宁当时的处境十分典型 珠江冰箱厂日渐壮大 而经营团队无任何股权 潘宁多次豁明豁暗地提出 希望镇政府能够在这方面给予考虑 可是得到的答复都含糊其词 另一个让他头痛的事情是 荣升冰箱畅销国内后 由于这个品牌的所有权归镇政府所有 一些镇属企业便也乘机用这个牌子 生产其他的小家电 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珠江冰箱厂的声誉 而对此潘宁竟无可奈何 于是在1994年潘宁决定另辟蹊径 他将企业变身为科隆集团 宣布新创科隆品牌进军空调行业 在他的谋划中 科隆品牌归企业所有 由此可逐渐摆脱政府的强控 他的这种独立倾向 当然引起了镇政府的注意 也就是从这时起 潘宁和企业的命运变得微妙起来 一直拖到12月8日 中关村的联想公司 才匆匆举办了创业十周年的庆典会 副总裁李勤对柳传志说 如果再不办就没有时间了 此时的柳传志其实一点也没有办庆典的心思 一些棘手的事情正让他日日烦躁不安 在创业的第十个年头 已经50岁的他陷入了职业生涯最低谷 他的企业成长乏力 前途莫测 并肩合作多年的亲密战友反目成仇 而他的身体也令人担忧 三年前处理香港危机时落下的 美尼尔式综合征 时常发作 让他痛苦不堪 这时候的联想 用内外交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跟巨人集团的史玉柱面临的情形一样 联想正陷入电脑业的寒冬之中 国际电脑品牌商猛烈地冲击市场 而受宏观调控的影响 国内机关事业单位的采购能力却不见起色 在过去的几年里 联想一直是各大部委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电脑供应商 这一块的滞销让公司很受打击 此外 人民币的持续贬值也让联想的进口零部件成本大大提高 数据显示 在1989年前后 国产电脑的全国市场占有率为67% 而到1993年猛降到了22% 几乎溃不成军 作为国内品牌的龙头 联想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在联想史上 1994年被定义为转折年 因为一些决定性的事件 都是在这种危难时刻发生的 先说一件让柳传志终生得意的事情 就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情形中 他灵活斡旋 完成了一件日后看来无比重大的工作 那就是联想股权的清晰化 其实从几年前开始 柳传志就一直在为联想的股权清晰而努力 他是一个极其富有谋略的人 他深知在当前的国情下 股权清晰到人是一块融化中的黄金 既有人又毁人 他不甘心无所作为 也绝不停而走险 1988年 他对香港公司的股份设计便很耐人寻味 1992年 他又申请将公司脱离计算所的管辖 而直接纳入中国科学院 以下简称中科院的名下 1994年2月 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柳传志乘机提出了一个股份制改造的方案 按此方案的设想 联想资产的55%归国家所有 45%归员工 对于这个方案 中科院没有异议 但是却立即被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打回 毕竟在当时 如此大胆的股权清晰尚无先例 谁也不敢担当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柳传志当即退而求其次 他提出了红利分配的方案 65%归中科院 35%归员工 在这一部分 中科院有完全的决定权 开明的院长周光照对联想情有独钟 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 柳传志进而又将35%的分红权 进行了明确的分割 1984年的开创者占35% 1986年之前加入公司的占25% 1986年之后的占40% 在当时联想深陷重为未来混沌而暗淡 这些数字都是纸上财富并无限成利益 因此 从中科院的领导到企业的员工 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十年后 柳传志说 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 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 谁也不会计较 如果在今天 已经形成了一张真实的饼 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一百倍了 言辞之中 分明是百般的侥幸 2000年 正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 35%的分红权 又在柳传志的努力下变成了股权 联想的资产清晰百转千回 终于水到渠成 股权的清晰事关长远发展 而眼下另一个要命的事情是 联想到底该往何处去 当时 中关村几乎所有的知名电脑公司 都放弃了最艰难的自主品牌经营 推而做跨国品牌的代理 长城做的是IBM 方正做DEC 美国数字设备公司 四通做康白 而业界风投最近的史玉柱 则已经宣布转战保健品 这些对联想高层的决策 都有不小的影响 就是在这一点上 公司的两大灵魂人物 柳传志和倪光南 发生了致命的分歧 退缩或转行都不是他们的选择 分歧发生在突围的方向上 倪光南是联想汉卡的发明人 他一直被视为联想高科技的象征 然而 在1994年前后 由于软件系统的升级 汉卡产品在市场上将和日下 对公司的贡献率已经微不足道 倪光南决心为联想创造新的技术制高点 他选中的方向是芯片 当时国际上 芯片技术日新月异 英特尔等公司把持着技术的方向 如果联想能够在这一领域获得突破 将一举确立其在全球电脑产业中的地位 倪光南对自己的发现激动不已 他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 广览人才成立连海微电子设计中心 试图避其功于一役 他的这个设想被称为中国新工程 因其无限的想象空间 而得到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的热情支持 中科院和电子工业部甚至承诺由联想牵头 组织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一起参与 制定一个国家投资计划 然而 倪光南的方案 却出人意料地遭到了柳传志的反对 在柳看来 芯片项目风险巨大 非联想现有实力可支撑 中国公司在技术背景 工业基础 资本实力及管理能力等方面 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 倪光南真的就是技术至上 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 因此 柳传志在给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 我本人不同意仓促上马 按他的想法 联想应该加大自主品牌的打造 发挥成本上的优势 实施产业突围 因此 他任命杨元庆担任新组建的 危机事业部总经理 把危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了 这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 在他看来 有了高科技产品 不一定就能卖得出去 只有卖出去 才能有钱 就这样 十年联想走到了一个动荡的岔路口 柳妮关系迅速恶化 倪光南无法克制自己的失望 和对柳传志的不理解 很快 联想的每一次工作会议 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 这两个对自己的判断 都十分自信的领导者 根本无法说服对方 柳传志认为倪光南在胡搅蛮缠 而倪光南则说 我永远和你没完 他开始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 进而控告其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柳传志与倪光南 这对亲密无间的双子星座 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决裂悬崖上 柳传志伤感的队友人说 不把我打入监狱 他绝不罢首 在关系亲密的时期 柳妮佩曾被媒体津津乐道 柳传志曾说 有的人像一颗珍珠 有的人不是珍珠 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 但它是一条线 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 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 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这个比喻听上去非常生动 但是却存在着形象上的悖论 当珍珠串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时 那条线就会不见了 而事实上 柳线比任何一颗珍珠都要光彩夺目 线与珍珠的互动与冲突 在柳妮事件上得到了逼真而残酷的演绎 媒体也观察到了这场平地而起的柳妮风波 他被认为是市场派与技术派的一次决斗 这场让所有人都很难堪和痛苦的争吵 一直持续了整个下半年 中科院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 联想内部几乎所有的高层 都站到现实的柳传志一边 工作组的报告称 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而为了避嫌香港商人吕谭平也被劝退所持股份 到1995年年初胜负渐渐清晰起来 6月30日联想董事会同意 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对于任何企业战略决策的评估都让人陷入两难 结果往往是唯一可以参考的依据 日后证明柳传志把联想带到了一个新的成长高峰 然而在后来的很多年里 一直有很多人在固执的争论 如果沿着倪光南的方向走下去 联想乃至中国电脑产业又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一直在贸易 制造与技术的发展优先次序上摇摆徘徊 联想跟中关村的所有公司一样 都是靠贸易起家逐渐形成工业制造能力 进而在技术上寻求进步 而家电业的海尔 长虹及科隆等公司都是从引进生产线起家 然后在市场营销上获得了成功 因此贸工技和公贸技是两大成长模式 其中无一例外的是 技术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 而当这些企业逐渐壮大 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正面竞争的时候 技术落后的现状便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此刻 何去何从 敏感又无比关键 在中国企业史上 柳尼之争带有很强的寓意 它展现了中国企业家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的时候 做出了怎样的思考和选择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几乎所有知名的企业家都选择了柳氏道路 企业史人物 支教公司 在这部企业史上 白方李大概是最不像企业家的企业家 之所以说他是企业家 因为他的确创办了一家公司 跟所有显赫的企业家相比 他肯定是最穷的一个 然而他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无人可比 1994年 白方李81岁 他是一个靠灯三轮车为生的老汉 不识字 为人鼓道热肠 从1986年起 他有感于贫穷孩子没钱读书 就每年把灯车所得全数捐给天津的学校 这一年开春 他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三千元辛苦钱 交给一所学校 校领导把全校教师和三百名贫困生 都召集到操场上 排成整齐的队形 一起朝他举手敬礼 从学校回到家后 白方李思亮一夜 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 他就把儿女家的门敲开了 我准备把你们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 再带点款半个公司 赚钱支教 白方李老人当年登车擦汗 不多几天 在紧靠天津火车站的一块小地盘上 出现了一个七平方米的小售货亭 里面摆着一些糕点烟酒等 当头挂着一块牌子 白方李支教公司 白方李当上了经理 他对受雇的员工宣布 我们挣来的前行教育 每月结算 月月上交 小售货亭让白方李增加了不少支教的财力 却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登三轮的生活 他把售货亭交给伙计打理 自己照样天天出车拉活 他说 我出一天车总能挣回二三十块钱 够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 为了在车站前拉活方便 他索性挨着亭子搭了个三平方米的小铁皮棚子 里面用砖头织起了一块木板算是床 棚顶上的接缝处录着一道道青天 夏天 棚里的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 冬天 放杯水可以冻成冰陀子 白方李就在这里面住了整整五年 为了能够多攒点钱 十多年来 白方李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捡来的衣衫鞋帽 一日三餐经常是馒头加凉水 他对记者说 我从来没买过衣服 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 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 瞧里面的李子不一样吧 还有袜子都是捡的 接而捡一只 明儿再捡一只 多了就可以配套 我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花钱买的 有一次 他从果皮箱中捡来一块磨磨当午饭吃 女儿看到了心疼不已 他说 这有吗苦 这磨是农民兄弟用一滴一滴的汗换来的 人家扔了 我把他拾起来吃了 不少浪费些吗 白方李把支教公司和他登三轮车所赚得的钱 全部捐给了天津的各个学校 从1994年到1998年 他资助了洪光中学的200多名藏族学生 月月给他们补助 直到他们高中毕业 他还每个月向南开大学捐款1000元 总额近3.4万元 200多名南开大学的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 据不完全统计 他的累计捐款总额超过35万元 其中包括300多名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 还有人计算 如果按每登一公里三轮车五脚前计算 十多年间 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圈的奔波劳累 白方李的支教公司开了5年 1999年天津火车站进行整顿 所有商庭一律被拆除 白方李支教公司也不例外 那一次老人哭了 2001年 88岁的他已无力在登三轮车 于是就在车站给人看车 他把一脚 两脚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 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 2005年9月23日早晨 93岁的白方李去世 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零 20世纪初的美国首富安德鲁卡内基 在遗言中说 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 白方李显然比他做的还要彻底 他让人们联想起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特里莎修女 特里莎修女在印度创办儿童之家西书巴满 受养被遗弃的病童 若治儿受虐儿或沦为治疾的儿童 他跟白方李一样 为了拯救穷人 把自己变成了最穷的人 在儿童之家西书巴满的墙上有一段诗歌 不管怎样 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 不管怎样 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白方李不会写诗 甚至不识字 但他无比完美地演绎了这段宣誓 白方李去世后 艺术家为他在天津气元素铜像纪念 一些大学生专门为他开了一个网站 www.byfme.cn 网站的颜色是最单纯的黑白两色 白首有一行字 总有一种平凡 让我们泪流满面 企业史人物 君安教父 自军万事件后 张国庆再没有染指万科 1998年 君安因股权变革而引人注目 王石偶然获悉有人可能要举报张国庆 或许出于惺惺相惜 他通过渠道暗示张国庆要多加小心 张国庆大大咧咧地回复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一个月后 王石上班 办公室门口有一个花篮 秘书说是一个张总派人送来的 王石脱口道 张国庆果然要出事了 张国庆出事是因为他试图通过MBO Management Bank 管理层股权回购的方式将军安私有化 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尝试MBO的企业家 1956年出生的湖北人张国庆气宇宣昂 行事为人一派军人作风 他自部队复原后就进入了银行系统 1992年8月 时任深圳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处副处长的他 下海创办军安证券 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因他的部队经历 军安的神秘背景便一直在坊间引起种种猜测 军安证券设立支出 由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五家国有企业投资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军安创办后 在中国股市牛气冲天 张国庆靠他的神秘背景及强势手腕迅速崛起 王石在自传道路与梦想中曾透露一个细节 军安曾经帮助万科的一个股东出售 过一部分法人股 法人股的销售在当时是明文禁止的 必须经最高证券管理机构批准 才可能例外执行 张国庆竟能搞定 可见手眼通天 他因此收了50%的手续费 这一笔1.1亿元的股权买卖 军安就赚了5500万元 军安的辉煌时期 正是证券法出台的前夜 证券商可以任意操纵股价 将游戏规则玩弄于股涨之上 在深圳股市中 张国庆一人独大 俨然是男中国最强悍的大鳄 1993到1998年 军安共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 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 筹资总额近300亿元人民币 军安在国内下辖60多家证券营业部 其交易量一直在深交所居前两位 在上交所亦在前六名之列 其国债交易量也在全国位列前十 公开资料显示 这家公司到1997年年底的总资产达175亿元 利润7.1亿元 当时在国内均名列第一 此时知军安如日中天 业界甚至将中国股市的这段时期 称为军安时代 张国庆与万国的管金生 深吟的看志东并称股市三大交付 在事业达到巅峰之际 张国庆开始考虑军安的股权改造 他设想用国际通行的MBO方式来完成军安股权的改造 也就是经营曾以回购的方式获得公司股份 最终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权 张国庆此时既是公司的总经理 又是董事会的主席 身兼经理人和资本代表两重角色 自然有制定规则双手互套的便利 然而 此时的军安已经陡然做大 经营曾回购所需资金非一笔小数目 于是张国庆等军安高管便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财迹 到1997年 军安增资扩股到7亿元 经过巧妙安排 军安职工持股会变成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达77% 其余的国有股东们最大的一家股权也被降低到7%左右 军安职工持股会的两大股东分别是新长英和泰东 为张国庆团队所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 这位军安教父用一年半的时间 就把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 改造成一家由私人占大股的证券公司 国有公司仍在军安拥有股份并分得红利 但其权益早已被大大稀释 张国庆的大胆举措很快在证券界引起轰动 几乎所有的证券公司都蠢蠢欲动 纷纷试图起而笑之 对于每一位经营者来说 如果张国庆的MBO路径被认为合法 那么他们都可以吹着口哨 在一夜之间把公司据为己有 而如果张国庆的方案只为军安所独有 那么他无疑成了好处战过头的众矢之地 那个时代 所有的因果报应都是利益分配的结果 而与是非无关 从公开的资料看 张国庆的落马是源于军安内讧 当时一位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 因不满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失事 所以将MBO方案及公司全部账目 拿到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灾难由此降临 很快 证券监管部门和审计机构派出工作组 进驻军安 1998年7月 审计结果表明 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 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12.3亿元左右 张国庆先后动用5.2亿元 获得军安约77%的权益 有关部门认定 张国庆涉嫌侵吞国有资产 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 1998年9月 他以虚假注资和非法逃回等罪名获刑4年 2005年8月 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一则评论中 意韵复杂地说 假如张国庆的MBO晚个两三年 他或许不但不会有如此下场 反而成为被镜香歌颂的英雄也未可知 试问 从21世纪初开始的MBO热潮 让多少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夜之间摇身一变 成为坐拥亿万的富豪 同时还想尽殊荣美誉 就在张国庆被判刑的前一年 万国的管金声音327国债事件 被判刑17年 深吟的看智东则因操纵路家嘴股价被撤职 并除5年市场进入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股市 三大教父无一幸免 张国庆被居后 均安证券被安排与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国泰 合并为国泰均安 其合并后的注册资本达37.3亿元 总资产300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 2002年张国庆出狱后重现江湖 由均安就部组成的华林证券挂牌经营 据称他的人脑和电脑都来自均安 因而被称为小均安 张国庆则筹建深圳市九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大股东的身份在幕后操作 然而此时的小均安一无神秘背景 二无时运相继 张国庆要重演旧日彪悍又如何可得 此后数年 张国庆在华丽控股 南天信息等多家股票上有资本运作 却胜负各半难有爆发 斗转星仪 失去光环的教父终于允入茫茫凡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